我没有指责你的意思 二少爷 我本来就是你们家的奴才 怎么敢奢望 你把我看成是和你一样的人呢 其实你对我已经很好了 结拜的时候 你能答应戴上我 桃园三结义 多好 从哪一刻 我就觉得 我身上留着的是和以前不一样的心 大哥那会儿真看得起我 让我帮着他们办那么大的事 抢大清朝的军火仓库 我差一点就办砸了 可结果还是成功 后来很多人说我是民国的英雄 我听着心里那叫一个美啊 英雄这两个字 以前只在戏文里听说过 广州对我来说就是个天堂 我知足了 很知足 吃的 穿的 见识的 都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要不是碰上了长三宝 因为长三宝 我第一次摸了枪 枪管秀了 一把没有弹药的破枪 长三宝说的对 敢杀人 得天生是那块材料 可我根本就不是那块料 要不是你另有准备 他手里边的那两个铁球 肯定能砸死我 别把自己说得那么可怜 你敢在断头台上高喊要革命 你敢当着那么多把刀 那么多把枪 向长大宝开枪 你敢把我推到江里 不顾一切地救我 你胆子真大 很了不起 爬上岸以后我就想 从此以后 许大胆不再是我的奴才 那个时候我们早就结拜了 在官老爷面前 我是二哥 你是三弟 可是在我心里 你依然还是我的二少爷 在你的心里 我依然还是你的奴才 你说的不对 其实我也不清楚 在我心里我到底把你当什么 奴才和二哥都不准确 应该说 因为有你在 我才觉得我与小白还有个家 你是我家里人 是我的亲人 所以我才给你娶了媳妇 在广州 在广州给你 置办了房产 七管开张的第一天 我就对自己说 我要每年给你 寄一成的红利 还是长出海 长出海早就把我看到 他知道 你在我心中比黄金章重要的多 所以他拿你当仇吗 你刚才说原谅了我 可你知道这些年 我被折磨成什么样了吗 变成了另一个人 你跟我隔跑断章 那刀子就像隔在我的心上一样 我疼 你痛痛快快的在监狱里相扶 吃香的喝辣的 那都是我安排的 你媳妇小油菜 隔三差五的去监狱里陪你 那也是我安排的 可我呢 我在痛苦的折磨中 彻夜难眠 可甚至已经相信了 我与小白是天底下最不仁不义的白类 这一切都源于你的背叛 哥斯莫 为什么背叛我 黄金章到底跟你说了什么 把你变成这样了 把你变成这样了 大哥跟我说了很多话 人人都可以从容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白天与黑夜 灵魂和身体 没有人欺负别人 也没有人被人欺负 男欢女爱不被禁止 不被限制 人们的心灵得到了解放 不迷信任何东西 人人都可以读书写字 人人都可以表达自己 所有的人 都可以吃得饱 穿得短 家里 窗明几近 城市里街道平淡 没有人可以依靠手中的权力作为祖父 不会再有人敢贪赃枉法 中暴私囊 强奸民意 享受特权 不会再有人敢 蔑视人民 强霸他们的房子 掠夺他们的财产 不会再有人敢 听不见人民的呼声 忽视人民的情感 孩子 每一个孩子将会在 父亲的引领下 和母亲的陪伴下长大 比起他们的父母 他们会拥有 更自由 更富足 更幸福的生活 大哥当时和我说了很多话 可我听懂的并不多 能记住的只有十个字 信仰 革命 将来 共产主 这十个字 让我在监狱里充满幸福地度过了四天 吃的是什么 喝的是什么 我没记住 小油菜哥多久来看我一次 我也没记住 有了这十个字 我就觉得我又是另外一个人了 身上除了血肉筋骨以外 另外又多了一种东西 精神 我希望我能够成为黄敬章大哥那样的人 离开监狱以后 我成立了黄敬章大队 兵强马撞的时候 我这个大队有二十二名队员 我爱他们 他们都是和我一样 有着共同的信仰 愿意革命到底 相信将来 相信共产主义 早晚有一天会实现的好同志 好兄弟 我们在一起开垢荒地 种植粮食 学习文化 接受革命教育 当然我们也称之土豪略深 消灭那些企图围剿我们的军阀 和国民党反动派 我们的生活不富足 但很快乐 小油菜也陪伴着我 当我和我的战友们 手拉着手唱起国际歌的时候 他就远远地站在那 看着我笑 我知道他爱听 小油菜是个好女人 她一个人做着所有人的饭 还会饲养家劲 给大家伙逢风补补 西西传传 日本人来了 现在东北 又在华北 吉尔是南京 上海 武汉 现在占领了广州 他们用飞机 打炮 子弹 打破了我们宁静的生活 一个国家 连主权都失去了 还谈什么将来 人民 当了亡国奴的人民 还谈什么信仰 我们共产党 集中所有的力量 要把日本侵略者干出去 为着这一目标 我的战友们 一个一个地牺牲 包括我 我的媳妇 小有才 余小白 我不能原谅你给日本人当了汉奸 要是你爹余老爷活着 他会原谅你吗 要是大哥黄敬章还在 你敢面对他吗 余小白 全中国人都在同仇地开 而你 愿被递给日本人当汉奸 你必须得死 握枪的时候绝不会再颤抖 我向你开枪的时候 我这儿会坚定如期 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没有 没有 必须解释 为什么要等汉奸 我怕死 我怕死 小猫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把我打得死去活来 浑身是血 我甚至已经看见了阎王爷的脸 一把利刃 在接近我脖子的那一瞬间 我怕 我怕得要死 我大声地喊 我说 长竹海 带我去牢里看你 你奄奄一息 我不知道你是死是活 可是我听见 你用最大的力气喊我 我又怕了 我怕长竹海 把咱俩都杀了 我骗沈姑娘 杀长竹海 也是因为怕死 我怕我不杀了他 他就得杀了我 我当汉奸 还是因为怕死 我不当汉奸 日本人一定会要了我的命 其实我就是个怕死鬼 其实我就是个怕死鬼 该将打死我 我害怕得想死 你终于说实话 开枪吧 小白球 我愿意死在你 虚大道理 强项 就会锁向披鸣 天下无敌 轮输赢 轮输赢 轮过一生气 轮结局 一足一笔增盈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软اب 轮输赢 轮结局 一足一笔增盈 主持人 驰 您先在这坐会儿吧 我去给您叫沈姑娘 看 stake シ 严 不 你就是徐大胆吧 你怎么知道 我们学校里贴着你的通缉令呢 听说你杀过成千上万的鬼的兵 那怎么可能 我们长大也要像你一样当英雄 你叫沈宝对吧 对 我向你保证 在你长大以前 一定把日本人赶住中国去 沈宝 我还给许先生说说话 你先回屋里去 是母亲 先生再见再见 你们谈过了 谈了 怎么样 我好像终于把他看透了 又好像完全不认识他了 我好像完全不认识他了 嗯 县 vaig 我还 我还 ссыл 我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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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好了 叫大哥吃饭 大哥吃饭了 真好 咱们哥四个一块吃顿团圆饭 大哥 咱啥时候再行动啊 对 我 行行行 我听你说 大哥 你不在的时候 我们哥仨都商量过了 您是大英雄 您肯定能想出更好的妙计来 咱们把这何文青 余小白 东野玉美 全给他们杀了 有一个算一个 结法说了 他还愿意打头阵 组织上给我来信说 初见行动暂停 啥 不杀汉奸了 留着汉奸 不是不杀 是展示不杀 日本人要在广州 搞一次想起比赛 组织上很重视这件事 命令我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争取取得这次比赛的胜利 日本人想在文化上侵略我们 让咱们中国人 失去尊严 失去信心 我在想 咱们中国人该尝尝自己的威风了 为什么余小白 直到现在还不来报名穿赛 东野玉美 你答应过我的 是 请司令官阁下放心 你一定让余小白参加比赛 好 你必须立刻得想出个办法 如果不能通过什么人制约于小白的话 他就不会再听我们的 有了 东野先生 想起一个人来 何厅长 你们怎么频频四闯民宅 是红月抓起来 叫我来 有何吩咐 怪不得何思雅死了之后 小白君没有离开广州 原来是另有牵挂呀 我听不懂你什么意思 小白君 看到院子里那个女人了吗 看见了 大日本帝国进驻广州的时候 他曾经鼓动龙虎包进行闹事 所以从这个 我要对他进行枪决 请小白君一起见证吧 等等 东野玉门 又想让我干什么 何文青的眼力不错 外面那个女人对你的确很重要 小玉姑娘 小玉姑娘 你可以走了 回去告诉神宝 他母亲不会有事 让他好好地准备 想起比赛的时候 我不会对他客气 姑娘 姑娘 小玉 日本人抓了我是不会轻易放了我的 神宝需要家里人做饭 回去吧 姑娘 沈红玉 我暂时不会杀你 除非于小白不听话 为了让于小白听话 他的太太何思雅已经送了命 其实我很难过 都是女人 如果不是因为战争 如果不是为了大东亚共荣的梦想 女人都应该踏踏实实地待在家里 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伺候好丈夫 我都说明白了吧 如果你死了不要怪我 要怪你只能怪于小白 千真万确 我看见何文青领着日本兵去沈姑娘家 把沈姑娘给抓走了 那你去沈姑娘家干什么 我没想去沈姑娘家 我是跟着何文青来的 我想把这汉奸的底细摸个一切二组 将来好跟着大哥出歼啊 两位先生慢走 余老板您来了 你好大的胆子 大白天呢又跑到这来了 现在四处都是日本兵 你不要命啊 你是来杀我的 今天这个机会 不如昨天好 枪一想 你很难从这逃出去 沈姑娘被抓走了你知道吧 知道 那你已经知道他被关在那 你要是有良心 就想办法把沈姑娘救出来 救出沈姑娘之后 我会带着他们全家战士离开广州 我不知道他关在哪 要想救他 要想救他 只能靠一个人 谁 沈宝 沈宝是个天才 他必须参加这次比赛 可他毕竟是个孩子 从小没有离开过母亲 小玉糊弄弄不了了 你一定帮我奔住沈宝 让他坚强的参加比赛 他手里的影响很深 一定会敬佩你这个杀日本人的英雄 后天就是想起比赛 这之前 沈宝交给你了 你看 弹哥 你真的要去守红瑜伽啊 雨小白的话你也信哪 那万一是他的奸计呢 我绝静信他一回 我妈妈去了哪里 你告诉我我妈妈去了哪里 少爷 我不都说了吗 沈姑娘出门看亲戚了 你骗我 长这么大 我从来都没提说过 我妈有什么亲戚 上次日本兵就要抓走她 这次一定要是他们 晓月阿姨 你告诉我 我妈妈到底去哪儿了 我 我 晓月 晓月 你这事要干什么呀 晓月 晓月 去找姨晓白 这汉奸已经知道我妈妈在哪儿 不要 是 是跟于老板有关系 我们在日本的县兵司令部 看见了他 但是 于老板看着 好像不会害沈姑娘的 给我吧少爷 啊 县兵司令部啊 汉奸的话你也相信 我去杀 少爷 少爷 少爷你回来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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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叔叔 许先生 少爷他 手里拿着刀干什么 我要去救我母亲 好 我帮你 你先把刀给我 咱来回到屋里好好商量商量 甚保儿是条 好汉 好 敢拿着刀子去找日本人 许叔叔在你这个年纪 没有你这样的胆量 我佩服你 但是沈巴尔 我们得仔细想一想 如果你拿着刀子 就不回你母亲怎么办 大丈夫不成匹夫之用 对吧 对 许叔叔帮着你 咱俩联手 只要你能够在 象棋比赛当中获胜 我就有办法救出你母亲 可是广州那么多高手 你也是个高手 你的旗艺比谁都不差对吧 对 除了余小白 你怕余小白 我跟他吓过 但从来都没赢过他 许叔叔白对你寄予厚 连罕奸都怕 怎么救出你母亲 从现在开始 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休息好了 许叔叔相信你 一定能赶上于小白 对吧 对 尊敬的 安腾立即司令官阁下的特派代表 东野玉美先生 尊敬的市民朋友们 我宣布 日中象棋大赛正式开始 此次大赛 赛程两天 第一天 由中方选派的16名代表 分两个组 以淘汰赛 决出第一名 代表中方参加决赛 第二天 由中方选赛的胜利者 进入樱花环绕的决赛现场 挑战日本象棋大师 蔡胡先生 好 我荣幸地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明天 大日本帝国安层司令官阁下 将亲自光临决赛现场 我炫目 比赛开始 你弃一赛 为赛 传播 优优独播剧场 下面我公布 第一轮比赛结果 第一组胜出者 于小白 郭史恩 边辉 刘王文秀 第二组胜出者 好查理 静远师傅 陈宝 黄启明 下面有请胜出者入场 黄启明 现在我公布 第二轮比赛结果 第一组胜出者 于小白 刘王文秀 第二组胜出者 静远师傅 陈宝 欢迎选手上场 欢迎选手上场 现在开始 第三轮 于老板 你和日本人下棋的时候 会对得起中国人的良心吧 我弃拳 在前些年象棋大赛中 我多次和于小白先生对异 从没有取胜过 我十分钦佩于小白先生的棋艺 我没有机会战胜他 我弃拳 我弃拳 好好好 第一组 于小白胜出 第二组比赛开始 好生可畏 你跟谁学的下棋 孩子 你的棋风 有几分于老板的锐 我输了 第二组上书者 沈宝 只要沈宝 让你中方的选拳赛 发挥稳定 以往恢弘 你就又怕我 救出人公司 现在我宣布 中方预选赛决赛正式开始 决赛采取 三局两胜制 有请 胜出者 于小白 沈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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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这 出来个孩子 我也正纳闷的 这小孩子看来挺厉害的 靳远师父是一流高手 竟然会摆在他的手上 知道来头 不清楚 不过 我觉着他有点面熟 第一局 于小白胜 心要静 不要有杂念 把你的心思和注意力 都集中在棋上 只要不出漏招 你可以赢我 我一定会赢你的 好 那是我的老师和同学为我 我组织的声援团 如果你在擂台上大声讲话 一定有人复合对吗 对 如果我赢了 我一定会在擂台上高喊打倒汉奸 好 可是现在我领先一局 想要赢我先下好这一局 赶紧吧 赶紧 冬月先生 我陪让哄他们走 安定司令官阁下要的是和谐友善 将军 第二局沈宝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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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余小白怎么会输给一个孩子 第三局他肯定赢 沈红玉还在我们的赏上 他不敢输 对付余小白 没有比人质更好的办法 是啊是啊 当年常珠海抓的黄景章啊 就是拿许大胆做的人质 要想救出你的母亲 待会获胜之后 就大声的告诉所有人 你的母亲被日本人绑架了 要求他们当众释放你的母亲 不然 你就不参加决赛 该你了 请公布 比赛结果 第三局 神宝胜 记住我刚才说过的话 在场的各位朋友 我与小白曾经获得过六次象棋大赛的冠军 可长江后浪推前浪 今天我输给了这位年轻人 输得心悦成福 明天的决赛 我愿意担当主持 给大家讲解 给大家讲解棋局 感谢阳城的父老乡亲 多年来对我的支持 下面有请圣者神宝 下面有请圣者神宝 我母亲 我母亲沈宏玉 被日本人给抓了 如果不把我母亲给放了的话 我就不参加决赛 来 东岩先生 我想起来了 我见过她 她是沈宏玉和余小白的儿子 混蛋 沈宏玉为余小白生了儿子 你怎么不早说 十万和谐 十万和谐 放人 放个什么 安腾司令官阁下 之所以举行这场比赛 要的是友善和谐 出发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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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 母亲 好 我 让我跟一个孩子比赛 我不敢 中方的预赛结果是经过公众见证 那个叫沈宝的孩子赢了于小白 如果你不跟他比赛 中国人就会说 你怕他 你赢了 我明明输了 你确实是个高手 用这种办法救出了沈宏玉 可是 最后你必将输 你们中国人必将输 蔡护先生是天皇陛下的中国象棋老师 你以为你的私生子能赢得了他吗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啊 对了 我想给决赛提个建议 应该特制一个大的棋盘 让观众能够清楚地看见 棋手的每一步是怎么走的 到底是谁将死了谁 我说了 我愿意给大家讲解明天的决赛 在广州 讲解象棋 恐怕没有人比我更有资格 你说好吗 怎么样了 不走 我呀劝了他们大半天 说什么就是不走 快做饭 家里有多少粮食全都做了 我来帮你 不用 他们呀有人送饭 他们说了他们呀不走 就是怕日本人来害了少爷和沈姑娘 少爷这回呀可真是给咱们争光了 给咱们中国人争光了 今天的棋是于小白让了我 别多想了沈宝 明天你必须代表中国参加决赛 能不能对得起老师和同学们 还有外面那些守着咱们家 不肯离开的叔叔阿姨们 不肯离开的叔叔阿姨们 就看你的了 饿了吧 小玉阿姨做了你爱吃的 去吃饭吧 是 妈妈 许先生 许先生再见 大胆 我都听说了 你一直在陪着沈宝 沈宝从小就没有离开过我 今天能够坚强地参加比赛 多亏你 余小白好像一直都在下棋 沈宝能够救出你 之前已经算到了 那个绑架我的日本女人告诉我 余小白之所以给她们当汉奸 是因为何思雅 余小白的太太何思雅 她已经死了 尊敬的 安藤丽吉司令官阁下 尊敬的市民朋友们 日中象棋大赛决赛 现在开始 今天的棋局解说是 余小白先生 下面有请 中方选手 神宝 神宝 下面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 日方代表 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的香气老师 尊贵的 彩虎先生 下山下 下山下 天皇上 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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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